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五晚,明天是星期六,有馬跑,就不是星期日跑 Hi everybody, and we still have horse racing for tomorrow, not for Sunday And I offered a double, unlucky, and didn't hit it, and that means lost 今天說起我後馬步,不好賽,輸了 賭馬的東西就是這樣,有輸有贏 雖然我後馬步輸了,我群組這次有介紹奇思華,那個叫不好賽 買了潘頓,和田泰安打和 打和好像是一人一半,其實不是的 他的計法,上次好像有說過,你買你的成本 譬如買100元,我買的時候是50元 在我的群組介紹,當時是1.5元 變成了虧本,虧本了,虧本了,虧本了 他的計法就是,155元,然後是除非二,今次是賠回給你 其實其實就不是一半,因為你計算我的成本 有些錯覺上,好像有贏,其實就是輸的 因為我朋友,我告訴他,輸了,叫做不好賽 那天又是有點不好賽,潘頓如果是尾場 有一隻跑第四,那我不同樣,那就真的贏 但是我後來,在我的群組也有介紹 蔡若翰一隻馬,我很喜歡明心之語 就覺得他的位置是很大機會 所以我就發了數個群組,派16元的 16.17元,我忘記了,當是15元 那就是,叫做,我後來就買重了,又叫做好菜 希望群組的人又收錢 說回明天,我就看中了一隻第六場的大千起象 報紋剛剛出來了,我覺得報紋有可能 真的會向潘頓挑戰,我覺得後期他應該是搏殺的 會不會代替潘頓,不知道 那當然是希望,如果他真的想代替的話 他就搏殺了,便會搏殺我們大家 那這隻馬呢,就是方家柏的 他就剛剛贏了頂位 加分加得很少,57分 那這隻馬本來一評分到52 52,57,那就是5分 跑完贏了,因為他減了1分 那他加了6分,5萬1分 那我覺得他應該有大把在手 那麼,方家柏應該就是不會放過了 那隻馬已經操好了,可以了 不過唯一一樣,我覺得他比較慢一點 可能需要1,600可能還更好 我看他在後面衝上來 那隻腳好像比較黏一點 不過那隻馬應該有的 那我覺得呢 而且這次也是排外檔 今天上次也是11黨 照版照換 那希望報民真是我說的 這樣吧 嘗試挑戰潘頓 那大家的福氣 那將他呢 那我呢,就是買第五口 那第五口呢,我就射上去 上面呢 上面呢,就是法財大師 大二滿雅 那他呢,就是吳彭子 吳彭子 現在都很厲害了 已經是 欸,就是拿、拿第一名的 就是,呃 呃,帶領也不可以第一名 帶領著 那我呢,我覺得他真的很博殺 那,希望潘頓就可以了 不過這口孖寶呢 如果是,呃,贏了也不太好分 因為兩隻都大熱 那所以呢,我就 呃,我呢,就,呃,就 那如果買,呃,呃, 選擇多三隻的話,都是四十元半 我口碼報再說,我不怕說,這幾期輸的,都是輸八多元 如果好像這次一中,就什麼都回頭了,又會打糊了 又要看,我選擇其餘三隻,如果其餘三隻跑出來,就會好分很多 我剛才已經說了報紋,第五場是銀王興標,騎馬是羅夫串的 未跑過,但是有飛的,現在我看到有七點五,我不管了,我照要他 一,就是報紋,二,希望羅夫串會博,這口碼報就會好分一點 二,第三,我就會選八豪,八豪一定未來,何明年 那就是蔡若翰,蔡若翰應該又是正在來的,一來就來的 那隻馬就有五倍的,那第二檔應該都不是一個大問題的 要贏都可以殺得完的,那跟著就是另外一隻呢 就是精進快車,就十毫的,這隻馬就十一倍,現在十一倍 如果這隻跑出來,就好分啦,OK,希望是這四隻啦 至於三重彩,或者是四重彩,我就一直跟你們說 成本太貴,我不會買,我只會買馬步,但是如果你說三重彩 我都覺得是有些機的,這四隻,各下考慮,我只是提議 那我就不敢說大機會,不過有少少機會,希望我講中 小小的買,大家都不要說太過充廢 那好吧,那我重複,是第五口的馬步,頭關是二八九十,尾關是一號 那如果你是喜歡一號的話,覺得他都很大機會 就是第六場的一號,那你都可以買 第七場,那一號,那現在至聖者強是大二本的,又是報民的 那你可以選這個,不過我會,如果我選,我都會選多隻 那這兩隻,又是蔡陽空,空雲帝王,有6.6,我可能會選這兩隻 如果我選馬步,這些也沒有,你自己割一下,如果覺得,未必,我覺得 沒有臨密碼也好,那我也覺得OK的,有沒有這麼高呢,我暫時不知道 但是要領贏這幾隻都幾難的,一二三都幾難,搞得定的 那如果搞得定的話,他的加分就會加了很多 好了,那我就重複了,第五口的馬步就是二八九十,尾關是一 明天我選,我選,第五項,第五項,第八項,第九十,第六項 會選,第五項,第九項 OK,所以祝福大家好多貌,大家 謝謝大家,下次再見,拜拜